霸王餐吃到这样的程度真的太夸张了 一名妇人她专门挑五星期饭店跟高档餐厅是霸王餐 除了是找理由挑剔服务不好 还摆架着说你叫总统来帮我付钱 由于她恶名昭彰 逼着饭店发起了连锁通报 现在她被逮了 而且被求刑了 画面中看到的这名妇人专门挑高档餐厅白吃白喝 在餐饮界早已恶名昭彰 今年更趁着端午节的特会 到台北市某知名五星级饭店吃自助餐 吃完之后不给钱 还说要总统来替她付钱 后要结账的时候 她就说请总统来付账 那基于其他以前同业通报的话 就是说请你们董事长来付账 回顾这名妇人白吃白喝的记录 那可真是相当惊人 十年前她就光顾过其他间五星级饭店 后来又到台北各大餐厅 大吃龙虾鲍鲍鱼牛小排这些高档料理 而且通通没有付钱 前前后后加起来至少白吃白喝了上万元 她会找一些理由 例如说你们的服务不佳 你们的水杯不清洁 会找各种理由来说她不付这个钱 白吃白喝还找理由 这样的客人实在让饭店吃不消 除了互相通报之外 最后也只能报警处理